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 约好了去我妈妈家吃饭 定好星期二去我妈妈家 结果拖到星期六 那我已经挺不好意思了 买好菜在楼下了 他跟我说 我身体不舒服 回我家休息一会儿吧 他家跟我妈妈家有一个小时的路 当时我就挺难过的 我当时真的身体不舒服 第二堂怎么去见你妈妈 有什么事情也弄不好 对吧 他当时那个状态啊 他是那个感觉 他说哦我身体不舒服 要不就别去见你妈妈了吧 去我家吧 真的知道他是身体不舒服 后来呢这件事 我关注的是结局是什么 结局就是给他买了几个包子 就去我妈妈家了 就正常吃了饭 那我还不是上去了 我就是就是感觉他要见我妈了 他就好像不 就不想不想去 我不害怕 我喜欢你妈妈的 然后我的口味之前比较清淡 他喜欢吃重油重辣 我就做的都重油重辣 轮到他做饭的时候 做的很难吃 还沾沾自喜 都不考虑我 那我不是有在尝试吗 也有在去学呀 别人的尝试是把一道难吃的菜 做成一道好吃的菜 你的尝试是把一道难吃的菜 说服我 让我觉得好吃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